今天我們想在這裏做DSE的擺音和CM的CrossOver的題目 事實上這題目既可以在擺音又可以在CM出的 但當然答案未必完全相同 我們不如快點去看看怎樣做 好 看看這題目 事實上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公開示法案題目 問是怎樣可以在太空穿梭機中清除二氧化碳 背景是什麼呢 其實穿梭機的太空人不斷進行呼吸作用 吸入氧氣呼出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累積在穿梭機中是對太空人有害的 所以到底應該用什麼方法去清除呢 基於以上的事件 當然無論在生物或化學科都可以問這個問題 因為答案都一定認識 寫出一種可以從太空穿梭機中移除二氧化碳的化合物的名稱 當然這個答案絕對不難 我想有十個同學基本上即時都可以想起 N A O H 即是我們所說的 數點下載了 為了中文叫輕氧化碳 有沒有問題 當然問題很簡單 但其實是否單一答案呢 意思是又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好了,大家不如做選擇題 好了,在這堆化合物裏都蠻相似的 大家可否選出一些 可以取代了蘇甸梭塞氧氧氧化碳 他們在穿梭機裏面的用途的化合物呢 好了 當然,大家記住 如果你只是讀拜安 而不讀鏡的同學 那堆化合物其實各自的特性你不熟 你就唯有死記了 怎樣死記呢 記住 Protesim hydroxide輕氧化碳 還有Soudalarm 鹅石灰 其實它的作用會跟Soudium hydroxide 是一樣 即是它們都可以吸收二氧化碳 所以大家記住這兩個 有沒有問題 今次讀鏡的同學 除了這兩個之外 大家可能也會想到一件事情 其實是甚麼呢 Soudium hydroxide 因為sodium在周期表中是屬於第一個群組 好 他們會考慮 根據周期表的定律 在同一個群組的 element 他們的蟹阻塞的化學性質應該很相似 所以既然NaOH可以吸二氧化碳 在同一個群組的 element的蟹阻塞都可以 當然除了Na之外K也是 Li也是 所以順理成章都可以選擇 好 當然只剩下兩個化物 順便說說可以嗎 sodium 考進卡文尼雖然跟sodium 占塞一樣 當然它不是吸二氧化碳 反正我們反過來這個化物比較容易分解 分解過程會放CO2出來 所以在一般實驗的作用是提供CO2 這樣可以嗎 記住 這個Bio和Kamato都要認識 接著來到石灰水 Larm Water 當然Larm Water是可以吸收二氧化碳 不過吸收得相當慢 不是一個很有效率的吸收二氧化碳工具 反而因為吸收二氧化碳後 它會變成乳俗 所以我們通常是用來到底檢查周圍的 二氧化碳有沒有升高 好嗎 有沒有問題 剛才剛才說的是真是一些化學科的方法 所以大家可不可以想想 要解決穿梭機裡面的二氧化碳問題 用了純生物科的方法可以嗎 我們要想想有沒有生物程序 其實會消耗CO2 其實不難想 想想想 自然會想到什麼 是想到一個叫做Photosynesis 即是一個光合狀的過程 所以想回這個情景就是 可不可以在太空穿梭機裡面 做一些環境 然後大量養殖這些東西 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是Algae來的 是水組來的 好嗎 OK 水組既可以做光合狀 它的生殖率也相當高 可以嗎 它很有效率 是可以將太空人敷出來的二氧化碳 經過光合作用 的過程裡面清除了 同一時間記住它放氧氣出來 這個氧氣 同時可以提供作為一種原料 給太空人做呼吸狀 這個很好啊 我們又討論化學科的方法 剛才我們提議是用數點下載的 OK好了 但有沒有改善空間 事實上現在在太空穿梭機裡面 用來吸收CO2的 其實不是數點下載的 其實是Livium 對不對 OK 為什麼我們會用一個比較不常見的 來做這件事呢 OK好了 這條題目事實上 很久以前問過了 你可以說我怎麼知道 但事實上它在考大家的 chemical calculation 化學計算的knowledge 所以我給了兩個 Hydroxyl吸CO2的平衡方程式 在兩個方程式裡面 大家很容易看到 如果你要吸收 1mol的CO2 無論Livium Hydroxyl或者 Sodium Hydroxyl都需要用2mol 去吸收 當然啦 那就是一樣的 然後要問的問題就是 你要找回Livium Hydroxyl和Sodium Hydroxyl的mol 先看出來 好嗎 OK好了 如果 這些資料給了大家 那你很自然會計到它們的mol mass 譬如Livium Hydroxyl的mol mass 是24g per mol Sodium Hydroxyl就是40g per mol 這樣可以嗎 換一句話來講 2mol的Livium Hydroxyl就是 2乘24g 等於48g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而2mol的Sodium Hydroxyl就是 2乘40g 就等於80g 對不對 來到這裏的時候 答案就自然呼之欲出 大家想想 為何Livium Hydroxyl Insect of Sodium Hydroxyl 要放在穿梭機裏面 當然啦 大家要記住穿梭機 是要 載著一些重量 然後離開地球 是要克服地心吸力 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那個載重 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好嗎 所以看回兩條法方程式 我們要吸同樣份量的CO2 很明顯你見到 用Livium Hydroxyl來吸 其實是不用用那麼重的 用Sodium Hydroxyl就重了很多 對不對 因為考慮負重問題 你當然會選Livium Hydroxyl 對不對 OK 這個行不行 我們剛剛交代完 用生物科的方法 和法科的方法解決了問題 不如我們玩個Coresover比較好嗎 包括了用水組 以及Livium Hydroxyl去清除 太空穿梭機裏的二氧發炭 因為大前提是清除二氧發炭 當然兩者都可以吸CO2 OK 但是小心點 水組因為進行鋼合作用 吸CO2同時會放氧氣 行不行 但是剛才看看方程式 你記不記得 Livium Hydroxyl那邊 吸引二氧發炭 絕對不會放氧氣 不行的 然後 另外一個問題 大家記住 水組做鋼合作 事實上是將二氧發炭固定了 變成一些 水組裏面的有機化物 或者食物 行不行 OK 這些食物 是可以有想過 提供給太空人食用的 所以可以add biomass 但是Livium Hydroxyl絕對不會 你不會吃吸了二氧化炭的Livium Hydroxyl OK 另外 可持續性 水組如果環境合適 可以不斷turn over 所以 這個是可持續性 適用於長途性 就是旅行 但Livium Hydroxyl 用完就沒有了 OK OK 所以再一個比較 明顯是生物科方法 KO了法科方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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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